2009年9月 田文君在深圳经营着一家小型的工画超市 他和妻子卢小娟刚离了婚 儿子蓬蓬跟随爸爸生活 一天蓬蓬跟着小伙伴出去外面玩耍 猛然发现妈妈从面前开过 蓬蓬追了上去 可他不但没追上妈妈 反而在半路被人贩子抱走 田文君到处寻找都找不到儿子 他打电话告知前妻 夫妻两人已完全崩溃 沉浸在失去儿子的巨大悲痛中 从此这对离异的夫妻一起踏上了 漫漫寻子路 他们录制视频发布寻人启示 并到处发放寻人启示单 可等来的却是接二连三骗钱的电话 甚至遭到不法分子的威胁 在漫漫寻子的路上 田文君夫妻二人偶然解释了一群 同样失去自己孩子的父母 大家互相扶持慰藉 从不放过一丝丝线索和希望 这次听说朝海抓了一个拐卖团伙 大家一起前往监狱询问犯人 可也没得到什么结果 时间转眼到了2012年的夏天 此时的田文君仅仅依靠在路边 摆摊卖麻辣烫维持生计 日子过得很艰苦 但是他依然没有放弃寻找 摊子上贴满了寻人启示和儿子的照片 一天天文君突然得到消息 说蓬蓬就在安徽的某个村子里 于是他们不眼万里赶到了那里 当看到在院子里未隔的小孩 正是自己的儿子时 田文君立马抱起儿子逃离 而此刻有一个农村妇女 也就是蓬蓬的养母李鸿琴 一直拼命阻拦着 附近的村民见状也试图阻拦 甚至对田文君肆意围殴 还好警察及时赶到制止了这一幕 警方也拘留了蓬蓬的养母李鸿琴 并拿出了当年李鸿琴的丈夫 在深圳拐骗蓬蓬的视频证据 李鸿琴也承认蓬蓬确实不是自己的孩子 因为自己没有生育能力 当年她的丈夫把蓬蓬抱回来时 只说是和外面的女人生的 而丈夫现在已经死了 其他的她也不知道 另一方面由于蓬蓬很小 就被拐骗到李鸿琴家里 所以蓬蓬现在已经不认得 自己的亲生父母了 这让田文君夫妻十分痛苦 蓬蓬面对这警察商就说 要回家找妹妹 此时警方才知道 原来李鸿琴家里 还有一个小女孩杨齐芳 也是她丈夫从深圳领回来的 随后蓬蓬就被田文君 带回深圳抚养 而妹妹齐芳 暂由深圳福利院收养 一下子失去两个孩子的李鸿琴 也赶到深圳 她迫不得以爬水管攀上窗 来看望身在福利院的女儿 母女俩隔着窗对话 吉方哭喊着要回去 李鸿琴的泪水旁吐而下 过后卢小娟决定收养吉方 一丝打开蓬蓬的心结 而李鸿琴就算卖了家里的地 也要去和卢小娟打官司 只为赢得吉方的抚养权 她希望老公当年的工友 能够作证 吉方是捡来的 而不是偷来的 这样她就能把吉方 带回家里养 工友为了能和李鸿琴发生关系 答应给李鸿琴作证 就算有证人 福利院也要根据现实情况 选择收养家庭 领养无果的李鸿琴 在街上看到了蓬蓬 她压抑不住内心的思念 上前去拥抱蓬蓬 却因为她是人贩子的家属 被其他人当众殴打 无数的漫漫和拳头落在她身上 李鸿琴和卢小娟的收养官司 也正式开庭 李鸿琴却终究因为拐卖前科 无法收养吉方 田棚也上了小学 夫妻二人看着修械的儿子 充满感动 一切终于回到原点 而故事的最后 李鸿琴在医院拿体检报告时 医院发现自己怀孕了 这意味着李鸿琴将要有 真正属于自己的孩子 原来李鸿琴的生育能力正常 是丈夫欺骗了他 李鸿琴的人生 因为丈夫的谎言 被颠覆得一塌糊涂 真是造化弄人